大家好,我是瓦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首题远程封送雾炮它到底好不好用 首先来说我们谈到它好不好用就说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它是通过一个四种种或两种种的一个小发动机通过一根硬竹或者软竹直接驱动扇液实现远射程的定向喷射 也就是说它区别于传统的普通的高压盆墙或者说是电动盆墙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射程远物化效果会更好 因为发动机像小的四种程的139的140的11281130这些 它们的转速都是非常的高,一分钟差不多在3000到7000转左右 所以说扇液的转速也是在3000到7000转左右 而且它的扇液的直径相对于普通的高压风扇盆墙来讲会有更大的优势 其次它由于转速高风扇的直径大 它是优势定向的,口是由大到小 所以说它的射程是非常远的 再加上它的物化效果好 对比传统的风扇盆墙这是它的优势 所以说如果说你的果园像砂糖菊,沃干石榴 其次还有柚子,在位于坡度比较陡的山地丘陵 或者说是比较湿软的,普通的机械无法进入的情况下 这是一款非常棒的选择 谢谢大家,希望我的内容能够帮助到需要的朋友